欢迎继续收听长天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凉,军演讲故事 喜欢的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404集 不仅连王广平态度冷漠,染疏欲好像也冷淡了几分 夏紫玉十分恼怒啊 王家夫妻返程的事,她没出力也出了钱 前前后后的也花了几千块 现在想过河拆桥也要看她夏紫玉搭不搭应 要是换了夏小兰 未来公婆是这样的小人,买猪看卷 夏小兰绝对有多远跑多远 还会庆幸自己及时逃出了火坑 夏紫玉却截然不同 她很能忍,也愿意忍,愿意言 心中再恼怒,面上却不显 似乎并未察觉到王广平和染疏欲的冷淡 第一次过来时怎么样,这一次态度也没变 不仅跑前跑后的忙活 还给两人带了不少东西 包括两身新衣服 农场里穿的旧衣服就不要了吧 换了新衣服,叔叔阿姨也焕然一新地开始新生活 王广平瞅他一眼 穿着自己的旧衣服无动于衷 建华呀,就不应该找这样一个对象 见识太短,对王家不会有任何帮助 难道他喜欢穿满是补丁的旧衣服 可他穿了一身新衣服回城 又怎么能让别人看见他王广平 在农场改造的真实情况呢 不抓住这个时候打铜琴牌 光光鲜鲜地跑回去 别人还以为他和妻子是到哈省农场享福的 爸,紫玉也是一片好业 为了您和我妈返程的事 紫玉也别少操心 夏紫玉带他父母热情 王建华也不能看着他受冷落 忍不住开口帮夏紫玉说话 这话戳中了王广平的废管子 他回城竟需要夏紫玉一个农村女帮忙 王广平重重地咳了两声 心想,好几年没人正经教导儿子 建华还是缺了几分机密 别人家的女儿当然不归他管 可儿子是亲生的 还是要好好教的 冉淑玉终于再次挽住夏紫玉的手 把当中的门道讲清楚 其实是教导王建华 夏紫玉闹了个大红脸 叔叔,对不起,我差点耽误了您的事 夏紫玉确实不知道 这些更高层面的弯弯绕绕 夏紫玉以前又没接触过 没人和他把话点透 仅靠自己琢磨 夏紫玉不可能想到 夏紫玉闹了这么一个笑话 非但没有打击他的积极性 对于嫁给王建华 他反而更向往 这点气算什么 他和王建华结婚 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 冉淑玉现在懂的东西 夏紫玉不信 自己会弄不懂 起码他能考上大学 就证明了他的智力 更胜过一般人 王广平和冉淑玉这一走 眼看着是不会再回这鬼地方了 文件才刚下来 农场里其他没有返程的人 就有来和冉淑玉套近乎 还有来找王广平汇报工作的 天知道王广平回城后的职务 都没确认下来 这些人每天都是在农场里干活 有啥工作可汇报 广平 你可不能忘了我们哪 广平同志啊 我确实是冤枉的呀 你回城了 能不能替我向上面反映一下情况啊 王广平随口敷衍着 他哪有心思 和这些没用处的人打交的 他人还在农村 心却已经跨越千山万水 回到了京城的权力场 夏小兰呢 对王家的事一无所知 王广平复职返城 对他来说也没啥关系 虽然确实会影响到 他收拾王建华 但夏小兰暂时顾不上 他频繁地往返于 彭城和阳城的登剧场 终于搞定了两个登剧场的货源 这时候 刘芬也到了阳城 这一次 刘芬不用再偷偷摸摸入关 夏小兰已经给他办好了边防证 刘芬能光明正大地来特区 刘芬可不敢将录取通知书带来 半路搞掉了怎么办 他来的时候 刚好市政府招待所的装修 进行最后的验收 装修款早就支付了 招待所这是打扫干净卫生 等领导来验收呢 现在别人都以为 远辉和汤浑恩关系密切 于公于私这种场合都要邀请刘勇来 刘勇要把夏小兰带上 刚好刘芬到了特区 那就一起去呗 市政府招待所 又是远辉的一个成功作品 迄今为止 他也是最拿得出手的作品 庄兰凤凰 康伟和邵光荣的家 毕竟是小打小闹 招待所就不同了 上百万的装修工程 远辉这皮包公司 真的装完了 之前和远辉竞争的对手 如今都想来看看 正好招待所的餐厅 也开始营业 夏小兰跟着刘勇道时 什么香港天尘装饰的 华建总公司 南通一建等等公司的代表 早就到场了 天尘的老板刘天权 也亲自来了 工程是没拿下来 可是和特区政府的关系 不能疏远吗 招待所装出来的效果 真的不错 远辉这么一个小公司 竟真的把这个工程做完了 从竞标成功到装修结束 刘勇只用了短短的两个月 绝对符合鹏城速度 刘天权是想来看看底 都说远辉和汤红恩关系匪浅 刘天权不弄明白 这个忽然冒出来的小公司 是什么路数 刘老板晚上睡觉也不踏实 刘勇一现身 瘦瘦小小的 倒是他身边跟着的年轻女孩 让刘天权眼前一亮 他在内地见过很多 亮丽的女孩子 在鹏城这边也有情人 但夏小兰的美貌 依旧让 剑多识广的刘天权惊艳 这样的靓女 就是香港小姐的比赛 也选不出来的 刘老板 幸会幸会 别人是天辰装饰的刘天权 我们还是本家了 刘勇还在打量 完成后期软装布置的 招待所餐厅 猛然被个胖子握住手摇晃 他也有点懵 刘天权太热情了 三言两语交代了自己的身份 刘勇自然不会冷落对方 自己兜里有多少钱 刘勇比谁都明白 天辰的大老板和他套近乎 刘勇不说受宠若惊吧 反正也是想不明白的 刘天权虽然好色 可这种场合 也不至于露出猪哥的蠢样子 他很胖 说普通话的口音浓重 但他真是个 很能聊天套近乎的人 夏小兰就听见 这个香港人老板 在二十分钟内 已经和刘勇 谈到了合作的问题 对刘勇的称呼 也变成了刘老弟 刘天权想和刘勇合作 接下南海酒店的装修工程 刘老弟 你们公司的设计 很优秀嘛 我们是有合作基础的 刘天权心里想着 设计值个屁钱 到底汤市长和这个刘勇 是什么关系